開始了這個畫面喔 北臺灣週末好天氣 臺北市立動物園開園前約 五十多人排隊 人潮比以往少 恐是因為臺北昨日新增九十五例 連帶影響民眾出遊 像電影院百貨公司 這種室內密閉空間就會少去 還是會多多注意 人之間的那個距離 本土確診飆升 近三日累計就破千例 按照這樣的速度 也引起國內醫生擔憂 省政南提到臺北RT值已達2.4以上 新北光匡列就已達上萬人 而且臺灣目前RT值跟上海幾乎相同 代表三天就會翻一倍 17天後單日確診數恐怕破萬 就是中中症比例比較低 特別是打了疫苗以後 它會降得更低啦 但是因為它傳染力會造成的 這個母數就傳染的數目很大 所以乘起來以後 它絕對的數字 可能會比前一波五月的疫情更多 我們沒有辦法預防感染 所以我們就只能夠去預防重症 要趕快給藥 急著給藥 就是使它的病毒量降低 依照推算 日期可能落在四月二十七日 確診數將破萬人 而且九號一口氣新增五例中重症 包括一名死亡個案 是一位九十多歲的老婦人 沒有打過疫苗 醫生蘇一峰就認為 重症比例加速上升完全不意外 不然日 韓 香港是怎麼死那麼多人的 如今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中央必須加速圍堵 否則台灣要闖過這波疫情傷亡 數字恐怕難以想像 記者黃明君 楊宗彥 台北報導